车祸贪玩后总被人问 我这样的身体还能生小孩吗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只是脊柱断了 伤到了脊髓神经 肚脐一下没有知觉 但我身体内的各个器官都是正常的 只是没有了顺产的能力 并不代表就没有生育能力 或许我们这样的身体想做母亲 需要忍耐比健全人更多的艰辛 如果有缘分的话 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 拥有自己的孩子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那我就努力学习更多的自理能力 把自己照顾好 不理不弃能给自己幸福的人 确实可遇不可求 我不敢轻易选择 是因为害怕最后被抛弃 受伤后也经历过被抛弃的感觉 那种痛苦的感觉 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经历的 这是我每天的锻炼 为了预防身体带来的兵发症 我每天都重复做很多的被动锻炼 我也很期待医学突破的那一天 我每天都会用站立架 顶住自己的膝盖和腰部 站立半个小时 这样的锻炼我坚持了三年多 或许捷摊让我坐在轮椅上是不幸的 但屏幕前的你们就像一束光一样 温暖注意着我 让我慢慢的走出来 我还是很幸运的 大家记得关注我 点个赞 我相信未来会给你